今天中午吃一个沈阳美食 最近红火松栏味 朝鲜煮料理 这是一楼的就餐环境 前台这种粉红色的装饰风格 充满了某某的少女心 这是包间的就餐环境 哎呀 我们的菜上齐了 这桌太丰盛了 二哥我不太懂啊 你帮着我介绍一下你是东北人 今天第一次吃东北盐边那边的美食 算是盐吉 盐吉 来看一下我们点的啥 朝鲜的风格 香辣牛肉条 大家看看 这个是腊炒鸡脆骨 我感觉这两盘菜 两盘菜有我们川味的风格 这个我真是没见过 以为是一碗鸡蛋 结果一问是老师拌饭 相当于是石锅拌饭的 一个前端的产品 半板筋 对 好的 这个是啥 芒果山药糕 是个甜品吗 这是重头鞋 精品烤鰻鱼 刚才我看的价格是158 实际上是他有食欲了 这个菜 刚才拿了一份松南味米酒 他家自己排着 给青山倒一杯 行可以 今天和云朵姐 还有二哥一起吃一个东北省洋的美食 这个色香味居前 这个菜品颜色非常漂亮 这个是麻辣心馆 工作人员帮我操作一下 这到底是啥 我们自己密制的酱料 哎呀 这一半 感觉这道 这个拌饭的灵魂就出来了 二哥真的好吃啊 这一方还是十块钱 这是芒果山药糕 采烤 哇 真是太好吃 冰冰甜甜的 非常软 哇 我们就多吃一个 我茶一会儿吧 好 哎呦 好的 来 拿了他家一个饮料 叫旺幸福 啊 证明这取得好 这个是香辣牛肉条 有我们川菜的那种感觉 哦 太香了 嚼起来一点也不够咬 越嚼越软越嚼越香 真不错 第一眼就没知道菜的颜值所吸引 这个方便肉特别嫩 然后这个汁水 应该是大家密制配合的 这是 每一道菜都很有特色 辨识度都很高 充分的裹满这个料汁 看 棒板鸡 这是他家自制的一款手打柠檬水 这个一定是正宗的 朝鲜冷面 冷面的这个韧性和弹性应该是可以的 好 不要尝一口 可以 超是冰镇过的 好 这个首先是 夏天的这个是 温度这款 必须要 还有为什么要用他这个碗 这种碗是为了 也是保存他的这个温度 不至于很快的 就变 这是二楼就餐环境 好吃完了 必须强烈推荐一下啊 他家每道菜可以说是过口不忘 没有白来 位置在太原小店区静阳街上 松栏位 来 吃 吃 吃 中文字幕——YK